- 不能再靠近一段段 - 不再慢慢有人 - 想說出你所有感觉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視頻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化妝 主要重點是放在嘴巴和胭脂上 但全部都是用紅蘋果的顏色 因為我想好像膚無瑕 看上去臉就會白淚透紅一點 而且我也選了一些我自己覺得蠻好用的產品 跟大家試想給大家看看 好 如果喜歡就可以看看我怎樣花 - Let's go - 首先第一步就是塗杯 這個就是Case的Base 除了CDP之外 我最常用的Base就是這一款 因為它有一點粉色 塗上去之後粉紛嫩嫩的感覺 塗完沒敷衍之後 最好等它吸收完 之後才好化妝 如果你不等皮膚吸收完之後 然後起了塗折膠就很難翻轉頭 然後有一塊塊 擦不均勻的 今天就會用這一盒的Pushion 其實我很喜歡它做出來的光澤感 很出理皮膚的質地 不像很厚粉那種感覺 但相對上它的遮瑕度真的超級超級低 如果你是譬如這些暗瘡印 下圈 一定一定要再遮瑕 近一點你會覺得這個女生皮膚狀態很好 但它有一個問題 三四個小時之後它會暗得很重要 但是我看上網的人也沒有說這個問題 只有我有這個問題 我們看看效果 然後就到擦遮瑕膏了 大家都不陌生 我一定是用韓國這一支遮瑕膏 但是秋冬眼睛真的超乾的 那我就用給我朋友介紹的這一支 它就是一種可以混合遮瑕膏的 如果你將它混合在一起 可以保濕一點點 還有它可以調整一下眼底紫紫的黑眼圈的眼睛 那我就先塗在有暗瘡印的地方 例如這裡一粒 這裡一粒 然後把它混合在一起 你看到它是比其他遮瑕膏的位置其實會暈一點 用印的方式是最好的 沒有那麼容易顯紋印 其實這個過程真的要非常之有耐性 如果你想黑眼圈看上去自然一點的話 想想你如果你有外殘的位置有多少 然後你就盡量遮到那個位置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塗到上去你的眼睛會小了 想遮瑕膏的遮瑕度再高一點的話 就是印到它一半 然後就畫眉 畫眉的時間就可以等到它半乾 它的遮瑕度就會增加了 角嫂呢 上眉份也可以有一個尖尖的眉味 我自己就喜歡由尾畫到上頭的 然後我就掃上頭 我主要是用中間的顏色畫的 然後眉尾可能加一點深色 這邊眉是容易畫一點的 這邊眉是藍一點的 通常人的眉毛都是有一邊特別好滑的 我最近是喜歡一字眉得來有少許角色的 之前紅檸檬是在韓國買的 現在用我就剛剛好了 現在灰色了 看不出來 看看下面是藍色 塗上眉毛都沒有什麼重點好說的 我已經避免了 你呢 有多餘粉可以扔在鼻液上 現在底妝和遮瑕都已經BINCH了 習慣用這個墨粉定妝先的 我打算用這個 扭開這裡就會有一個深影 然後打開這個 它就是一個印台來的 超可愛的 然後就印印印印印印 其實這個設計 是真的給你漂亮的 因為你印完之後 其實它不太平均 你上到臉你都BINCH了 其實也OK的 是眼睛 這裡直線看下來 這個位置的正中間 就是我想下胭脂的位置 再下這個背面 它這個很自然的 這個紅色是一個正紅出來的 而且它印鬆了之後 完全是融入了皮膚 然後拿來的餘粉 印在鼻子上 好可愛啊 我好喜歡啊 這個胭脂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顏色也很漂亮 不過這個顏色就比較像血色 另外有一隻粉紅色 塗上去就很漂亮 其實我就想做一個 好像沒什麼眼妝的眼影 拿一支漂亮的掃出來 你看看 很漂亮 是在這個A2House買的 不過是在韓國的A2House BBIA09色號來的 但是我覺得它真的很發財 如果你真的想扮化妝的眼妝 就是有一點點眼摩的感覺 就用這個 我只塗在眼蓋的位置 一樣 下眼尾三分之一 這個眼影是 塗了 男生是不會覺得你化了眼影 但是你又會 日日月月 覺得你的眼睛好像大了 因為我想它的眼線舒服一點 所以它的眼線位置 是會用這個眉粉去做 其實如果你想妝容超級超級自然的話 我就覺得可以加可以不加的 我還可以加的 因為我喜歡有一點閃閃的 是在A2House買的 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做出來是有一點點幻彩的線粉 我想眼皮是乾淨 但是有一點閃閃亮的感覺 然後就到眼線筆 我都用了啡色的 我這個位置特別稀妝 沒有自然流化的 你也看不到是嗎 淘火純清流化的 這是假眼一模 眼線完成 夾眼睫毛 我真的很久沒做這個步驟 因為我平時是電開的 你可以把鏡子放在下面看 沒有那麼容易夾到眼皮 好 我不理了 我塗眼睫毛 到現在目前為止 喜歡Kids Me和Case這款 Case有眼睫毛打底膏 還有這個眼睫毛Gel 我覺得它這個比較好 因為它的簽長能力高過Kids Me 這支一塗下去就變成龍與鳳 我隨便夾的 眼睫毛 我本身的眼睫毛不算夾 很長 因為我電的時候 它就說我是M Size 有時候很用心去化妝 心情都很軟 如果看到我上條片 它就跟上條片一樣 我想要不然 十年月一日沒有大變化 都是搭回西圍 顏色一點點 放在這裡 我覺得可以令下巴看上去 扣扣的漂亮點 向外的L兩個 在這裡打個彎位 然後鼻頭 其實我還想玩這兩支閃 試一下 這支VDL很閃 很軟 它帶一點粉紅色 就是這盒 唇粉 我之前去年的冬天 超愛它 超愛它 因為它一來有趣 二來就是顏色很漂亮 先塗白色這一格 白色這一格 就是烈包 塗多一點也不怕 因為之後粉狀會乾 好 然後拿這個 它是眼影棒 然後拿這個唇粉 從中間開始印 很漂亮啊 正式 如果你沒有唇粉的話 我會推薦你買這個 CAMMIC的 胭脂加唇膏 它也是一個很漂亮的 精紅色 最後的最後呢 我想推薦一下這一支 Bear Mineral的光影液 BB Cushion 超好 所以你會看到已經有光澤感 但它要膨脹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整個膜口會濕 然後呢 你擠一點 現在推勻它 看不見 然後呢 就放在這個位置 它就會更漂亮 光澤感 還有這些位置 而且因為始終液體狀 它有持久度和自然的感覺 是會再高一點的 那我的妝容就完成了 靠近一點點 過來我的身邊 能再勇敢一點點 讓我感覺 就算讓我知道 我永遠去 使得了 我也會藏著感謝 笑著和你說再見 但我實在不知道 什麼髮型好 好啦 我到網上instagram 問大家究竟什麼髮型好 好啦 今天的化妝分享 就是這麼多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就給我按LIKE 所以我繼續拍什麼影片 就在下面留言給我 還有不要忘記 你追蹤我的instagram 不是facebook 追蹤我的新動態 訂閱我的頻道之後 按下旁邊的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的影片 再見啦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多想看你不輕易的笑容 或許我的心裡 別動 我努力讓你感動 努力讓你感動 在你眼中有多麼 很久的